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,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 徐凯即将迎来罢评,两部新剧叙事待发,大家更期待哪个角色? 徐凯凭借陈欢记、你比星光美丽等热播剧,成功击身内宇95升第一梯队。 长相帅气,演技出众,成功圈粉无数。 影视,综艺全面开花,同时手中还有两部新剧叙事待发,即将开启罢评模式。 一部古装奇幻剧,一部刑侦悬疑剧,两部新剧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。 不知道大家更期待哪个呢?快来瞧瞧吧! 古装奇幻剧《紫叶龟》徐凯氏梅竹语。 根据福华奇幻小说《梅夫人宠妇日常改编而来》,由吕浩吉吉担任导演,由徐凯、田锡薇领衔主演。 由吴俊廷、朱正廷、易大谦、丹靖瑶、王嘉宜等多位高颜值年轻演员连妹出演。 《玉国公府二小姐舞珍》是名镇京城的顽固大姐头,结缘巧合下与清心寡欲。 自小在道观长大的老古董梅竹与喜结良缘。 长安之下,别有玄机,白日爱缕欢乐。 夜里殊死相伯,护一方太平,又海燕和清。 孤傲郎君与顽固贵女,宿命羁绊,纵享双面人生,携手护佑长安。 徐凯饰演梅竹语,从小能见异物,被送到道观,养成了严肃呆版的无趣性子,倒树登峰造极。 世修里妖孽的道使,与女主舞珍反差感拉满,悬疑中夹杂着轻松搞笑,令人期待。 长安万象,智怪众生,郎君直见,贵女化猫,梅竹语小郎君与舞珍小娘子。 共赴奇幻冒险之旅,静待早日开播。 刑侦悬疑剧火场追凶徐凯氏于童。 一部以火灾调查员未主线的刑侦悬疑剧,由优酷视频出品,由刑建军担任导演。 由徐凯,刘毅铁领贤主演,游杜纯,王子玄,王毅婷,丁海峰等连媚出演。 火调员于童语诗连多年的好友刑警林耀,因一场湖中自然案重逢。 两人携手奔赴各大火灾案件中查案击凶。 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,高效可靠的调查方法。 灵活多变的勘验方式,侦破一件件纷繁复杂的火灾案件。 最强火调加高智商追凶加双面哥哥,每个角色都形象立体,抽丝包茧。 火场奇探,真相永不尘封,揭开背后阴谋。 徐凯饰演于童,正直勇敢,见微支柱的火调员,能够探寻事故真相。 也不忘总结防控抵御火灾风险的有效方法,最终揭开自家工厂大火的真相,揪出背后元凶,未复证明。 火场勘验,拨开悬疑的迷雾,循迹追踪,窥探人性的真相,悬疑烧脑。 最强火调奔走前线探案,高智商悬疑探案题材具正式杀青,敬请期待。 徐凯两部新剧即将来袭,大家更期待哪个角色呢?